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和听众朋友们报道在天气方面 那么可以说这一两个星期几乎下雨的情形是十分常见 虽然不会造成极度的淹水 但是在交通和外出的时候会增加一些困扰 那么在今天的天气呢 早晨的低温是在华氏40到50度 到下午的高温会回升到60度 而在今天晚上入夜进入到星期六凌晨的时候 低温会降到40度 好 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一名在Humbo教小学生 这个是属于特殊教育的老师 被控对学生做人体伤害 那么这一名老师呢 被看到说对一名五岁的自闭症小女孩 因为小孩没有服从她的指令 因此呢抓住孩子的手背 并且将她可能是用力过度 那么孩子回家后 父母发现女孩身上手背的淤青 因此向学校 以及这一名老师提出了高速 而这名老师呢 其实他在一两个月前还特别被报道 他给一些学生吃了带有这个 鸡黑素melatonin的gummy bears 但是呢 当时的指控并没有让他接到处分 或是被开除 但是现在他已经上法庭 聆听对他的控诉 那么很可能Humble ISD将会将他解雇 好 再来看一下 昨天发生在Waller County I-10 Freeway往西的方向 靠近Woods的地方 出现了严重的堵车 那么发生的时间是在昨天早上五点半 因为一部是HEB的18轮大卡车 因为机械故障的关系 造成卡车失控 撞上Freeway中间的分隔墙 之后呢又撞上另外一部车子 卡车上面带着许多的塑胶制品 因此起火燃烧 大火熊熊非常的壮观可怕 不过好消息是卡车司机和被撞的另外一位驾驶人 两人都没有受伤 那么现在整个情形正在调查当中 好 再来看一下 在过去一年可以说是对美国的房价市场 应该算是非常的炙手可热 而在休斯顿也有两个地区排上了全美销售或是买卖房屋成交最多的两个地区的前十名 第一个是在Cyprus 那应该是在休斯顿很西边 再来就是Cady也是在休斯顿西边 那么在去年或是前年这两年呢 买卖房屋成交量最多的就是在这两个地区 好 另外休斯顿警方表示 昨天他们抓到了三名嫌犯 因为他们将一名男子开枪打伤之后和警方进行了追逐 后来警方在Third Ward的地方将他们全数逮捕 那么讲到德州的这些城市已经成为全美 像是纽约加州一些民主党城市的人们最爱移居的城市 那么当然Austin Dallas Houston都是榜上有名 但是现在发现连德州的一些小城镇也成为新居民的最爱 这边讲到的是New Braunfels New Braunfels它是在Austin和San Antonio之间 从2020年开始这个城市的人口就骤涨了15% 那么他们说新来的居民表示 由于居住在加州或是纽约 生活费实在是太高 那么搬到New Braunfels虽然是小镇 这才是他们的喜爱 那么也表示搬到了德州 可以继续看到原来美国梦还是可以继续进行的 反倒是在加州要做美国梦 那就是南向加南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消息 纽约州的州长Eric Adams 在昨天他向外面宣布 他开始了一个诉讼案来针对17个巴士公司 还有交通公司 总共起诉他们的金额为7亿800万 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面 这17家巴士公司将migrant 就是非法移民从德州开巴士送到了纽约市 他说这是违反了纽约州的法律 这些巴士是非法的进入了纽约州 因此他要求17家巴士公司赔偿纽约市7亿800万 他说这是这过去20个月来 非法移民被送到纽约市所造成纽约市的损失 而且他也讲这是德州州长Greg Abbott 本人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和阴谋 来达成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而这些非法移民成了他政治玩弄的爪牙 而面对纽约市市长的控诉 德州州长Greg Abbott昨天特别回复 他说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诉讼 法庭除了要把这个诉讼完全取消 甚至还需要sanction 也就是说特别的来处罚纽约市的市长 因为他说这个诉讼明显的表示 纽约市市长对美国宪法一无所知 还有对美国宪法中保护周间的交通也一无所知 而且还有对美国宪法对人权的自由也一无所知 他说这些migrant在上到巴士进入纽约市 之前都是完全自愿的表示自己要去纽约 并不是德州做了任何的强行迫使他们要去纽约 而拜登政府他已经下令让这些migrant继续留在美国 因此这些migrant也享有美国宪法所保护的人权 而美国宪法保护的人权其中的一个就是 不能够限制他们travel或是他们旅行的权利 因此他用巴士将这些migrant送去他们要去居住 找工作的城市 这是完全符合美国宪法的 因此现在可以看到州长和纽约市市长 两个人已经在这个诉讼上面表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